屏東有一名男子深夜前往墾丁的路上 發現一間打烊了芒果灘 外頭放著好幾藍的椰子 他疑似口渴 竟然當場喝起了椰子水 甚至還叫朋友錄影 將過程PO上網炫耀 雖然灘商表示不願意追奏 但畫面曝光 警方也要追查 大半夜的一名白衣男子不睡覺 在路邊灘商鬼鬼祟祟 男子一邊切笑 一邊在籃子裡面翻東翻西 沒想到下一秒舉動 更讓人傻眼 直接男子手上捧了一顆大椰子 打了一個洞 插吸管用力猛吸 看起來滿足又得意 還把整個過程拍下PO上網炫耀 事發在8號深夜屏東 仿條鄉中正大陸 原來24歲的成心男子和朋友 在前往墾丁的路上疑似口渴 看到路邊大洋的芒果灘 外面放著椰子 竟然拿起裡面的工具 自行剖開插上吸管 當場喝起椰子水 自家水果被偷的畫面曝光也覺得傻眼 其實這些椰子都是老闆批發來加減賣的 但因為太重平時都放在外面 到底被偷幾顆也算不出來 不打算追究 不過偷椰子的行為觸犯窃到罪 警方貨報也將追查到底 並立即調閱監視器掌握窃嫌身份 占我實施許 誠信犯嫌已到案說明 雖然一顆椰子大概只賣100多塊 攤商薄利多銷賺辛苦錢 只是椰子放在外面不代表就可以拿了就喝 現在涉嫌偷窃的男子也將為自己行為付出代價 記者蘇世偉 屏東報導